蘋果踢爆 高鐵CEO塞車 讓300名乘客哭等 老公快點啦 高鐵很準時的 放心啦 這班絕對不準 為什麼 因為CEO還沒上車 你也要給我一些理由 為什麼要等他 他是高鐵CEO 這個理由夠不夠 旅客林小姐向蘋果投訴 上週三 原令早上9點 從台北發車的高鐵班次 時間過了卻遲遲不開 啵啵 請大家稍安勿躁 哎呀 原來是咱們高鐵執行長 讓鎮光園長官鎮風車鼓鼓趕到 只好麻煩各位乘客 稍待兩分半鐘 雖說最終抵達各站時間沒有延遲 但這怎麼看都是耍特權 而且高鐵直到交通不介入才坦承 當時塞車的鎮光園 要趕這班車到高鐵苗栗站 因此以權限等候 否則就要讓行政院長毛之國等啊 哇這怎麼行 那只要讓民眾等咯 金咪 因為高鐵強調 依照SOP是可以延後發車的 嗯 路上塞車也行嗎 對此黎明投訴旅客李先生就不瞞說 如果是一般民眾引股沒趕上 就算只差一步 高鐵照樣直接管門開走 應該是自己要準時吧 大家都會塞車 為了自己的執行長 執行長 執行長 然後這樣子的舉動 我覺得不太適合 事件曝光後 交通部和高鐵局都要求高鐵公司加以監討 志光遠則含冤 反正追人才會有這些爆料 那管得要怪我啊 他說 你這個 你這個怎麼樣經營啊 總之今晚耍特拳 不怪你怪誰呢 報道